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谈的《收藏文学》 我觉得我们的《俗文学》里边 说唱文学和我们所说的民族故事 都一样的重要 如果说说唱文学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影响 恐怕更是重要 因为说唱文学 你看它含有说含有唱 意思就是运文散文交替运用 说唱文学要把它展现出来就是说唱艺术 所以它是文学和艺术的结合 那我们的中国文学里边 形成近代很重要的就是戏曲小说 戏曲小说 戏曲小说它的根源 他的这个可以说 随便而来的那个全身就是说唱艺术 那么说唱艺术 我曾经和各位说过 在以往呢 都是认为啊 唐代以后才开始发达开始有的 我也像各位说过 其实不然 那么由我们这个书里边所介绍的 你们可以看出在先情 事实上就有四种人物 四种人物就已经 看过来的收唱艺术 发生历切的关系 可以说是收唱文学的怎么样 一个根源 产生收唱文学的根源 哪四种人物啊 第一是什么 蒙古 这瞎眼睛的人 他是用说来唱的 用唱 他用英语唱诗来说古老的故事 第二呢 是拜官 我们说拜官 也许的拜官 古代有一种就专门到各地方去 巡行各种相礼 然后呢 把齐封易所 把艺文所事 搜罗下 让中央的官员 能够了解民间的种种情况 这种 这种 这个拜官 会不会很 很会说 民间的传说故事啊 他就很会 他说了说俄伯家有天主啊 一定会 反正一件事情啊 这个经过传播 哪怕你自己 今天说给 假这个朋友听 他明天说给 你这个朋友听 你已经在 自我家有天主了 所以越说越精彩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拜官呢 这个人物啊 其实很说唱文学 很密切 不安心 而人类呢 总有一种 奇思 梦想 这个就是我们说 在山东一带的 哪里啊 山东一带 就出方式 这个方式 他与他的奇思梦想 把人类呢 超脱现实 牧手籍的世界 然而游移开来 造一种 这个什么啊 超现实的 世界里边 所以啊 神仙鬼怪啊 这一些啊 就由他们来续学 这一次大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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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听 所以你看像这些 是不是后来我们 我们的这个 智怪小说啊 笔记 重谈的这些 说服说鬼的这些 事实上 都是从这个 系统下来的 系统下来的 瞎眼睛人 闭着眼睛 谈 琴色来说唱 这就等于在唱故事给人听 对不对 啊 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 啊 杨秀卿 杨秀卿 杨秀卿是许长卫 判罗发掘他 打他 拉法 出来 否则他呢 没有许长卫的点事 他在民间就 骆驼 可是他现在是民主义师 他就是能够闭着眼睛 谈着什么 杨秀卿 杨秀卿吗 杨秀卿 杨秀卿 他的先生呢 我们以前都很熟的 夫妻两个 不过后来先生比较早死 他们就在台湾的民间故事 或者是听说他自己说的 听说或者什么编的历史故事 这样收唱给人听 用这个调 还有一种和表演艺术 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是哪一种人物啊 仙秦 我说仙秦是在什么之前啊 就是在秦代以前 秦代以前就有宫廷 所以宫廷里边 总有些倉庸 对仙秦本来呢 仙秦和灵 都本来有这个分野的 这个人工是音乐方面的 幽呢 我们说幽灵 幽和灵本来有分野 这个幽就是用嘴巴说 古迹灰写的语言 说了让人家感到有趣味 灵呢 就是有音乐的歌唱 歌舞的表演 后来幽灵幽灵合在一起 那么像这种人物 是不是就是一种表演艺术的根源啊 而这种人物呢 为什么和收唱有关系 因为他们 言谈虽说 叫古迹灰鞋 变成收唱故事里边 哪一部分啊 酵料制造酵料的那部分 啊 各位知道 这是酵料 它本身 有没有一种言外之意啊 这个言外之意 就是所谓 奉献 奉献 这种奉献的意义 传统 传统 那么在先情里边啊 各位 我们呢 你们翻开我们的书里边啊 这个 我带各位把它理理 要点理理 重要性我说一下 其他你们自己看 好 663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先情与收唱 有关的四种人物 那么各位也知道 我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写文章啊 常为 收唱文学 开头一定要说 什么叫收唱 什么叫收唱艺术 什么叫收唱文学 还有一种 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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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义啊 我不太喜欢用 取义是大陆那边用的名字 大陆用的取义的名字啊 就等于是什么呀 等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收唱艺术 那取义顾名艺术是什么啊 顾名思义 是取有关取的这个艺术 有关取的艺术 而收唱文学收唱艺术 有时候还取规定有关系 你想各位 收唱 我们可以分作几类啊 光收唱这两个字 既收取唱 是不是可以一类啊 是不是可以一类啊 说而不唱 是不是有一类啊 有没有唱而不说 有没有啊 那么也有什么呀 多说少唱 也有什么呀 少说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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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北都不一样 而且都有实力可折 你看光这两个字 我们就可以分作四类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呢 就说啊 我在自学的时候啊 常常常发现啊 我也喜欢呢 在定名 把这个名识 要先把它弄清楚 有时候呢 喜欢把它分文别类 但是呢 有时候实在是很艰难 这不是容易的事 而往往呢 你要定位 你要什么 是你学问做到哪一个 到位的时候 才比较容易 那各位 在这个先秦啊 有两个啊 两篇东西 就一定要知道 一个是六百六十五月的 太子禁节 和 丞相片 一个是赏文 一个是韵文 一个是韵文 所以赏文的收唱文学 和韵文的收唱文学 在 先秦 就有这两个东西 尤其呢 尤其呢 太子禁篇呢 是建于这个 这个 这个一桌书 时代呢 应当在春秋时代 丞相片是建于荀子 他是战国的时代 像这两个 各位啊 要一个概括的了解 那么 那么到了 汉代 汉代我们曾经说过 像存在于这个 岳虎 诗词里边的 有好些事实上 就是怎么样 收唱文学的这个 留下来的诗篇 像 孔雀东南飞 那可以说也是一个 歌唱的 收唱文学 尤其在那个时代 我们从田野草谷 可以看出 已经有收唱艺术的 桃勇的出现 都可以看出 收唱艺术家 在当年 当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像这些要品呢 然后 这个 我们所谓说话的话 各位 说话的话 其实呢 那个话 就是故事的意思 这样的一个 话的免死意义 就是出现于 唐代 甚至于 隋代 隋代 那么记载里边呢 白居易啊 喜欢听唱一株 一株花画 一株花 一株花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 这个什么 李雅仙 和郑元和的故事 那那个话 就是故事的意思 魏晋间 有所谓排忧小说 和说肥肃 那么这些啊 他主要是骨鸡灰蛇 说的让人呢 感到一种 积趣 一个 片刻的这种愉悦 那么肥瘦 就是拿人的型貌 相对比来说的 排忧本身 就是骨鸡灰蛇的制造者 像这些啊 是在文献里边 呃 简单 比较简单 没有多大的 作用 可是 唐代的说唱 就开始不同凡响了 各位知道 目前世界上 有翻这个 俗文学 的两大保护 各位知道 是 洋人发现了什么呀 敦煌 敦煌的这个保护 敦煌的俗甲文学 我们后来简称 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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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去看一看 一定要去看一看 看看古人呢 的宗教生 他们呢 为了信仰的种族 那么这个 所谓 敦煌俗甲文学 敦煌 敦煌 就在里面的 藏金洞里面 发现 他 真是非常 纯粹的民间 东西 我曾经呢 对于 敦煌这些 说唱文学 做一个 做过呢 不是十分深入 但是一个 全面的流浪和探索 我的切入点和别人不一样 我的切入点 就是 从 这一些 资料里面 他们的题目 各式各类之间的意图 而不是一个 敦煌变 不是如此 比如说 什么叫 俗奖 俗奖 是对于 四条五篇 的这个 和尚 他 奖金来说的 和尚在寺庙里面 都有定期的 这个奖金 说法 然后呢 把它通俗化一点 比较趣味一点 就进入了所谓 唱导 歌唱 来道有这个 信众 进入这个 国经的世界 那俗奖 就是 它完全用通俗的 方式 通俗的语言 来讲述福建 这是最原始的意义 所以里边 所以里边 敦煌的这个遗书里边 有一种的讲经文 讲经文呢 他大派的结构形式 就是和尚先 引用一段 经文 然后呢 加以解说 解说 解说完以后 在尤堂的助理 叫都讲 由都讲呢 把它唱出来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就让 听众 容易记作 容易记作 所以他唱出来的 应当说 经文 或者是韵文 比较容易让人 记忆的 那么讲经文 为了吸引观众 来听众 于说 又把佛经的故事 把它变成 通俗的收唱故事 佛经里边的 这个就 又进一步讲佛经的故事 在讲 佛经的故事 在讲 历史上 一些有趣的故事 或者当时候 设的发生的故事 都叫做辩文 这两个字的意义 许多学者都在考证 写了满篇 我一看就说 着佛路 各位要知道 至谁啊 有时候自我做苦啊 自陷迷津而不自知 你已经走错路了 而不自知 结果越陷越顺 因为觉得发这么大的功夫 会有一个成果不可 所以就牵强故会 到后来连自己都不太敢相信 但是呢 不许有一个结论 其实 我们自学常文常 各位一定要去做 这个简则简直 简单的你就用很简单的 来去处理它 简则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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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怕的是什么 以简做钱 那是你虚弱故事 人家有很简的含义 而你却说不出道理 这是你虚弱故事 以简做钱 可是最可怕的 尤其学者 地位越高 疑惑越高 他叫以前做生 明明很简单 他却要把他说成天花烂酒 我一个好朋友,学养非常好 可惜他去世代书就去世大陆 因为叫徐福明先生 我们同样研究一个题目 他花了两三万分钟 研究什么叫乱讨 结论说 乱谈是因为对昆渠 觉得他们乱演作 我在几十年前上课的时候写的书 乱谈顾名思义是很简单 不必深究都可以知道 就是站在文人的观点里面 吞曲才是他们要提倡的文学艺术 其他的地方是 在文人耳朵听起来 这都乱七八糟的谈嘛 乱谈一起 事实还属 你花两三万 引经据点都一样 所以我说 我们虽然论述不一样 但英雄所欠 同样的辩文也一样 辩文有的 我只很简单的说 后来没有学者和我一样 我很高兴 辩文 辩文是相对变相的说 那什么叫变相 这是大家公认的 就把佛经里面的内涵 用图画 转化成图画 把它表现出来 就叫变相 变相的 都是图画 都是画 那变文就是什么 把佛经里面的内容 这个意义 用文字 文章 把它表现出来 就叫变文 所以各位 类似这样 以前 他本身 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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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学态度方法 各位特别注意 那里边 有好多 这个名词 像六百七十一页的 俗腹与 慈文 还有看看 翻过来 因为等一下 我要带你们去照相 所以 各位有需要出去 就先出去 然后 转变 与 这个 变 转变这两个字 也是打不成长 转变 转变 我们现在说 转变 如果把它当同一路子 转 和变 就是意义一样 变变化 转转动 如果把这个变当名字 转变 转变 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收唱 变文 就叫转变 而 用收唱变文来 印象 我们所引用的 这个 资料 都可以说得通 转变 转变 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 而不要去 去做 构生的 互会 好 好 刚才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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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户语 词文 請問 词文 这个词故名是什么 是主一文 为主 还是主 散文 词 基本上是 印文 所以 词文 后来会 发展 为什么要和他同意 词化 词化 词化的意思就是 印文 散文 交替使用 诗 护的护 护就是 扑絮的 他不像 汉护那样 要用华语的指导 护腔的声音乐 他只是 民间的 一种 脱续出来的 一种 描述 所以这也是 当初民间民学的一种 我想这个呢 我们把它翻一翻 这些在 我们书里边 都已经 说得很清楚了 碰到重要了 我再给各位香味示说 我们要引来 一个 这个什么呢 一段 一篇 这个 一篇 汉匠王林变 王林的这个故事 他的 面容 那么 各位从这个 就可以看出 他整个 辨文的结构 运文 散文之间的 运用 这是一个 做例证 所以我们这个书啊 是做教科书用的 也是来道理 就是什么呢 一般 这个可以进入 一个初学者 可以进入这一门 学问的 的一个道理 目的在这里 如果用论文那么 引了这一篇在这里 就会使整篇论文 显得怎么样 松懈 松懈 可是教科书 就没有关系 他 有这样一个范例的开 好 所以我现在写的 这个 两个书啊 第一个呢 嗯 已经写好 六月 六月 过七月 那个出的书 这中国呢 戏曲 巨种 眼镜石 我这个戏曲 巨种的眼镜石 就不是按照眼镜石 就按照巨种本质 就按照巨种本质 有什么 剧作家 或者什么条件 提供他 兴盛的时候 有什么重要的作品 这些重要作品 反映了什么样 重要的艺术和理论 摔漏的时候 这些文学艺术又是怎么样 是根据这样来示售的一种 这也是一个常识 啊 一个人啊 为人主事 要逆天同行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是一种 一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事 另外一个处理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自古以来到现在还没有 这是个突破 啊 下个礼拜二十六七八三天 要在台北 台北戏曲中心演出 我和王春宁教授所编的这个 双面五起 昆巨 要用花莲做主角 这也是旷古所谓的 昆巨都只有什么做主角啊 圣诞 昆巨是因为他的延伸 昆巨的条件 他艺术发展的规律 使得他会以圣诞为主角不可 所以 从这个南宋以来 啊 都是走这条路 可是 中国喜剧 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越来越丰富啊 里边不重要的角色有没有越来越重要啊 我就是从 静角 里边 给 可以唱的 适合他的生活 适合这个 静角的这个人物的性格 静角的财运 他世上 随谈以后 最有 但画的意思 就是故事 所以画本 就是 故事的 笔本 说话 说话 是什么呀 就是 说唱故事的 就叫说话 这很简单的意思 宋代啊 可以说是 中国俗文学啊 是 发展的 一件 极重要的时代 也可以说 是 中国 民间艺术 民间音乐 文学 登风造极的时代 这种时代 有他的 历史背景和社会现象 我们中国古代的都城建筑 就列是现在的纽约 你们如果去纽约的话 不太会迷路 为什么不太会迷路啊 他属于他的Avon 你如果说我在地级Avon 你和地级属于的交口 我们相见 这一定出不了 也就是说 它是 其盘式的一种 都城建筑 我们中国在唐代以前 就是这样的 都城建筑 其盘式 那每一个方块 就叫方 一个土字边 一个方向方 这个方呢 这个方呢 就都有他 独立的一个礼门 所以古人不是说 这个伊犁瑶瓦 对不对啊 母亲啊 在 因为 他 在这个 这个方里边的 某一个地方就是 他向外交通的地方 因此呢 在每一个晚上 大概 类似我们现在八点钟左右 就 关闭了 等于就现在宵禁了 所以 你看 那时候没有电视 那点鱼灯两个柜 之后睡觉 因此 为什么皇帝 这五更早朝啊 七明而起啊 你是从八点钟开始睡 睡到两三点钟 不起床才怪我 尤其像我们这老头子 睡了五个小时 就睡不着了 我常常两三点钟起来 因为我 有时候 九点钟就睡了 睡到三点钟六个小时 眼睛就觉得说 不想睡了 你还躺着干什么 那不起来怎么行呢 所以古代的五更早朝啊干什么 都是因为呢 他睡得早 所以要起得早 不是古人逼我们的这个 这个时段 所以这样的情形 只有一个时段 大家可以热闹 叫元宵节 元宵节呢 就不禁 这个不消禁 整个晚上会通宵打蛋 这个有一个成语 就叫金吴夜市 金吴是一个官员 质金吴 质金吴在汉代啊 是官员拿着 所中 拿着个金吴 这个金吴是什么呢 画了一种怪说 这种说可以 扶植邪魔妖怪 专门打击邪魔妖怪 所以这样的官叫做质金吴 因为他手中可以拿这个权 这种人啊 事实上是首都防卫司令 首都防卫司令 在台湾当年有警备总司令 在明代清大的都城里边 都城的门有很多门 但是总称为九 就叫九门提督 九门提督的官员正商品 他不到将军的职位 他是 顾兵校尉 顾兵统领 顾兵统领 他所统帅的军队 是来管所都的安全 管所都的安全 这样的官呐 曾经让谁很配合啊 尤秀 尤秀 尤秀曾经说 这个围官当作怎么样 职金吴 因为他觉得职金吴 威风发命 取其当取 什么 一命 英语娃 向这个 中国历史上 立下大致实现的 就是我们刘秀先生 他不只把英语娃取过来 后来慢慢把他升为皇后 英语娃 后来也做他的皇后 而他做的官员 超过职金吴 高到不可叛 所以明清两代职金吴的官员 地位很重要 都由什么 王公大员 兼子 兼恩官 以上兼下 因为啊 这个管所部的安全 如果哪里要叛变 哪一个人要叛变 一定要集经 这个 九门梯都 步兵统领 合作 康斯皇帝 能够 把敖拜拉下来 就是步兵统领 是 站在这个 什么 站在那个 那个 呃 呃 和水恋爱的那个 那个太后 和 打到 我现在常常在 多阿鼓恋爱的 那个 那个 校康皇太后 就是这样 有 因为有这个步兵统领 所以 他死了 啊 所以他地位重要 那么 在这个时候 所谓金吴亦始 他不宵禁 所以这个什么呢 我们一 是 是 是 何阳修吧 说 这个 全堂 什么三五月啊 还有 这个 这个 呃 那一 那一 就 写出来 没有消极 一 一 一 整个晚上 民间 艺术 在那边 这个什么 热闹纷纷的样子 这个在中国 民间 这个什么 夜晚的生活 很少很少 除非在乡下 荒郊野外 没人管得着 迷 可以 远却去通宵达旦 可以演一些什么 不堪入目的小事 啊 让小孩 勿与东西 睡觉 然后再演这份戏 这个在 湘野边 在都城里边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的宵禁的关系 可是 这一种现象 到了 晚唐五代 各位知道 天下大万 天下大万 所以 攻下人的城市 烧杀奴猎 这种棋盘式的建筑 当然破坏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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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 就产生成为 一个什么 沿街来 沿着街道 建立这个什么呢 建立商 商店 这个 这个 这种现象 这种 街道 的 附近 又开始了 各种娱乐场所 的 同时的建立 你就说 破坏了 这种 棋盘式的 方向制的建筑 原来那个 我们叫什么 原来那个是方向的 棋盘式的建筑 而导为 沿街 沿街 这种 这种 等于我们现在现代化的现象 那么 附近呢 又有一种什么 游乐场所 叫瓦斯过来 这种游乐场所 瓦斯过来 范围呢 非常的大 什么叫瓦斯呢 瓦斯原来是和尚 所住的地方 叫声色 声房 那为什么会说声房呢 因为唐代的这个 这个 遗乐场所 都在寺庙 附近 寺庙 寺庙 附近 都有 那个 广场 所以 许多的 年轻的遗乐 都叫 都在这个 寺庙附近 演出 这个在许多的 文献资料 都有 尤其 汴梁的 象国史 是大家知道的 因此 唐代的那个 游乐场所 我们现在就 叫做 佛寺剧场 佛寺 的一个剧场 那么到了 宋代以后 他改瓦瑟 他改瓦瑟 过来 瓦瑟 过来 就用了 佛寺剧场的瓦瑟 声色来 做给他们的名字 所以 瓦瑟可以说是 大型的一个 各种 技艺的 表演区的称呼 各种技艺 表演区的称呼 它的名字的原始 就是 去唐代的 寺庙剧场 以瓦瑟 声色为 名称的 这个 全后的技巧 那 郭朗是什么呢 为什么 我要讲这些 因为这些啊 这个名字的解释 一向几乎都错误 而且从宋代以后 就不知道怎么讲 现在我讲的 郭朗 没有名 我知道 可是瓦瑟 把他说得最清楚的 是我一个朋友 在 广多中山大学 毫无保成教 他 有一阵子 从 从 道乍 国经 这些资料里面 找 戏曲研究的资料 他 很 失败的 是从中 找 圣诞俊梦 我知道 公拉西扯啊 我刚才说的 啊 走火车磨啊 不能跑啊 也是他 但是 瓦瑟过来 很 正经确准 说得非常 很 也是 啊 那 过来 是什么呢 因为 在我们汉唐画的一种表演呢 室内室外 室外的呢 常常啊 会有一种叫做什么 武基 像这个 汉文帝说 这个 武基就是 在室外 把一个表演的台子 弄高 那个叫 武基 汉文帝呢 本来想要盖一个这个东西 人要问他 说 这一个要多少钱 就要花五金 那个金就是当时候的 的单元 然后我们现在是K 什么 K 5K 5K就五千块 他武基 他文帝就说 哇 这个五金的话呢 一般家庭啊 也要几个月的生活费 算一算 就不干了 所以再说 我们汉文帝很 怎么样 很节俭 反正节俭的就是 是 运手 很节俭的 那么在这个 在室内表演的人 一定是 洗衣 或者业 洗衣 他也有什么分别案子 洗衣 是炒 做的 炎呢 是足编的 我们在说 一个人很富有 啊 这个 生活 失质 吃饭 喝酒 睡觉 常说 穷远 彼路 也就是说 铺两层的 哦 有炒 也有足足 现在看起来 也不够是 很压压不辣 但是说明 古能树 拿足食草食 都在地上 因子呢 要表演的时候 如果 在圆上 我们就说 武延 这个样子 武延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武器上 就 滚台 拿这个武来 就是这个 表演的意思 啊 武言 因此呢 古人 在看表演 基本上 是 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 懂得坐椅子 是胡人传敬 胡人啊 修武 他们叫 叫床 所以 你们看古书里面 说 古床 就是这个文言 变高的东西 广中文是 席地而坐 所以 看表演 是 围绕在一个 席子本桌 然后 表演者 就在席子上 来表演 这种线 你要了解 所以 读古代的文献 你才能 正确了解 各位 如果 你们去 敦煌的 画像 那些 佛菩萨 那些佛菩萨 在那边看表演 就是唐代的心 他们都四座 围在四座 中间 把一个五颜 后来这五颜 你变成四座品 就变成沾了 表演完 呃 那整个成像 十十的一半 八点钟呢 街上没有人在走 八点钟 八点钟 不像我们呢 这个 这个 喝酒都要第一摊 第二摊 整个晚上 通宵打蛋 都 都有 这种情形是 宋代 所以宋代以后的 夜夜 这个什么呢 艺术生活 民间生活 大大快乐 请问 瓦瑟波兰里边 活动的是什么啊 有没有酒馆啊 有没有餐饥啊 有没有为 娼妓或者 为这各种 民间艺术 来服务的 落脱的 书生文人啊 都有 各色各样的 表演艺术 在这里 好生活 都集中在这 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成为各种 艺术的 大龙武 中国的综合艺术的 戏群 如果没有瓦瑟波兰 不知道 又要管到 多少 才能成为 综合的文学 和艺术的 特质的 综合戏群 为什么宋代 以前 没有发展 完整的 中国兴趣呢 就是因为没有瓦瑟波兰 所以我写了一篇 这个 瓦瑟波兰的 这个 宋元瓦瑟波兰的 这个 有没有听音叫什么 哦 宋元瓦瑟波兰 极其 这个 这个 瓦瑟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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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瓦瑟波兰 我这一篇文章的 书会的材料 和 岳父的歌曲 作为推动者 把他 融会各种的律师 把他呈现 戏曲律师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背景生活 里边要喝酒 喝茶 玩乐 什么都有 才有这样一个 戏曲温雪 各种表演维士 能够发展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各位回去就把 宋代的 这个 许许多多的 这些 艺术的种类 里边比较重要的 我都挑出来考证 有一些 我们实在不太清楚 我统计过 有六十几样 有六十几样 现在可以找到六十几 我能够反而考察出来 并不是 全部都可以 但是已经 明满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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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